在当年,琼瑶女郎是为数不少,其中刘雪华无疑是非常经典的一位,在年轻时,刘雪华凭借嫉妒西洋红迅速窜红,在那之后,几乎成为了琼瑶御用女主角,出演过不少的琼瑶剧。 从气质上来说,刘雪华天静可爱,很是符合琼瑶剧的,不过比较可惜的是,刘雪华的一生也如琼瑶剧一般,相当的狗血。 当年刘雪华与刘德凯是因戏生情,在搭档之后,两人坠入了爱河,而且在热恋之际,刘雪华甚至还上了刘德凯的骨肉。 不过在刘雪华正高兴的准备婚礼时,刘德凯却背着他与别的女人订了婚。 通知刘雪华的也不是别人,正是当初的那个小三。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,刘雪华是大受打击,心神恍惚之际不慎跌倒,最终不仅男人没有留住,连孩子也没有保住,甚至因为流产,刘雪华更是失去了生育能力。 经历过刘德凯之后,刘雪华对感情有些害怕,不过在最后,刘雪华还是等到了那个真正爱他的男人邓玉坤。 在年纪上,邓玉坤比刘雪华要大上13岁。 在相恋之后,邓玉坤对刘雪华是百般呵护,甚至连家务活都不要刘雪华动手。 在家里,刘雪华甚至不会做饭,不会削水果,全因这个老公太宠了。 然而这段感情却并没有维持多久。 在2011年,邓玉坤因为意外,跌下楼去世,爱人突然离世,让刘雪华一时无法接受。 在现场不仅连站都站不稳,甚至精神更是有些欢呼,不肯接受事实的刘雪华,一度难过的茶饭不思,瘦得跟纸片人一样。 不过还好的是,最终刘雪华也走出了这个困境,没有因此自寻短见。 但是因为丈夫的死,刘雪华背上了客夫、名号、一个丧失至爱的人,还要受到这种无望之灾,也注视令人唏嘘。 如今的刘雪华,已经58岁了,在度过了饭夫之痛后,刘雪华渐渐站了起来,开始积极面对生活,而且更是恶衷于公益活动,帮助了不少人。 虽然年纪开始大了,但是刘雪华的容颜,保养的依然还是不少。